那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淘场通告日 追风者之破浪前夜 主演见面会的活动现场 我是来自爱奇艺的主持人杨更 再次欢迎大家的丽临 欢迎 我们的追风者呢 正在爱奇艺独家热播中 一经开播啊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也是截至目前 2024年最快热度直破9000的剧集 在央巴的收视率呢 也是连日攀升 那这部剧到底为什么获得了 如此多的关注和好评呢 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地 请到了追风者的主创 主演团队们来到了现场 把掌声送给各位 欢迎大家的到来 在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天猫 理想生活上天猫 感谢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天猫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 谢谢天猫 其实昨天的更新啊 来到了追风者的32集 相信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 感觉剧情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关键点 有的人呢 经历了生死离别 有的人惨遭了信仰的被刺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活动的现场 进行了一次破浪前夜的秘密聚会 首先呢 我们先请我们追风者的小分队们 跟我们现场 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依次打个招呼 来 从一博开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在追风者中饰演魏柔来 然后我今天呢也带来了一个 一个 算盘的凶针 因为对于魏柔来说 这是他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能 是 这个算盘凶针 其实是剧中魏柔来的看家本领啊 所以今天一博也是带了这个算盘凶针 跟我们见面 接下来我们欢迎庆庆 大家好 我是李庆 在追风者当中饰演的是沈静珍 我今天带的是一个玫瑰 然后还有一把枪 因为它是双面的身份 既是护上千金 又是地下党 所以是一个花上面有一把枪 所以又有枪又有玫瑰是不是 很多网友都说 这个沈静珍是一个美丽又名人的角色 所以也是一个双面的人物 好 欢迎李庆 接下来我们的王阳 大家好 我是王阳 在追风者中扮演沈兔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戏里边用的这支钢笔 因为沈兔南是央行的高级顾问 每天要签署很多东西 用得着笔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在拜师那场戏 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 送给了魏柔来 是的 我还记得那场戏也历历在目啊 我们的图南哥把这个笔 作为一个 像是一个关键性的道具一样 传承给了自己的徒弟若来 是不是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学棋老师 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王学棋 我在这个片子里饰演这个 徐诺 地下工作者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尺子 这尺子算是什么呢 我是一裁缝 手艺人 实际上这个人身份很多 惠脸很多 比如做饭的干嘛都会 只是这儿没带来 将来你不信的话可以看看片子 做的菜非常好 是 欢迎徐老板 徐老板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 这个剧中的画面一切到这个裁缝店的场景 心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大家都觉得一见到您 那个剧情马上又迅速带入了 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是 表面看着可能很紧张 其实真是很紧张的 地下工作者不容易 他们服务了很多很多 是的 我们再次欢迎学棋老师 接下来我们的西雅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兰西雅 在剧中饰演牛春苗 听说大家都特别馋春苗的姜片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 作为界面礼 春苗真的把姜片带到现场了 是不是 我们一会儿可以做个小礼物 分给我们现场的老师们好不好 当然当然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一会儿 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欢迎西雅 接下来我们的宋帅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宋帅 在剧中我饰演的是黄丛云 然后今天我带来的是笔记本和眼镜 因为作为先生的金牌秘书 我要时时刻刻地为先生记录会议 今天的会议要详细记录是不是 但你们发现没 黄秘书一摘下眼镜 不输由头了 我差点没认出来 说明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代入的 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我们的演员宋帅 好 今天我们的追风者小分队主演们 都已经聚齐了 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为观众们特别收集一下 剧名想要问到的问题给大家 首先我们还是从若来星开始 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这次呢 一博在剧中扮演的若来这个角色 他不仅是一个心向阳光 不断成长的一个青年 也带给我们看到了少年 不断成长热血的一面 想问一下一博 如果你用一个词语 形容一下你扮演的这个角色 魏若来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 其实我认为 魏若来身上有很多词语 都可以去 去代表它 我觉得重要的几个词 可能是热血 然后包括聪明 还有有家国情怀 聪明 热血 有家国情怀 而且其实这个角色 我们是看到它有丰富的成长过程的 大家都说看到一博 诠释了一个从青涩的少年 到一个金融的天才 一步一步发展的历程 其实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拍摄的时间 一博是不是还历历在目 拍摄的这个过程 是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 我们也是在顺拍的 所以心理上也会有这种过程 在里面 对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陆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拍摄台前幕后的一些小花絮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想问一问我们的沈静珍 之前有一个热搜 说追风者里面男女主 没有什么感情戏 都在专心搞事业 你有看到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感情分很多种 然后呢 之前我觉得导演有介绍我这个角色 以及就是她想展现的是那个时代 女性思想上的一些交锋 更有意义和更有趣 所以我觉得 就是让观众去想象 观众去猜 是的 让观众去看 我们的剧情其实还有两天就要迎来大结局了 所以心情很复杂 又不舍 但又很期待大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在剧中呢 其实我们的静珍和我们的温柔来 它也是一对好搭档 我们庆庆你认为就是沈静珍跟温柔来 他们两个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伙伴关系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革命友谊非常的深厚 然后也是温柔来信仰路上的引路人 是的 信仰路上的引路人 所以其实专心搞事业的这个伙伴 是非常帅的一件事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小互动 是专门为我们的温柔来准备的 其实随着我们前两天剧情的这个推叠 若来是带着我们的两位小伙伴 来到了你的家乡 江西吉安 所以今天在我们见面会的现场 也可以特地为吉安这个地方来打打call 来分享一下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下道具 我们请一博移步到我们的台侧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考验要送给一博 要请一博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哪一些是我们若来的家乡吉安的特色 然后试的呢 一博就贴一个小红心 好不好 我们从永风庄园机开始 好像都是 好像都是 有美食 有美景 还有这个历史人物 都是我们江西吉安的特色 是不是 好 到底回答是否正确呢 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博 全部回答正确 以上都是我们的吉安的特色 我相信对于这个地点 我们西亚应该也非常熟悉 因为剧中你扮演的角色 也是我们若来的老乡 对不对 对 提到江西吉安 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就是非常的美 然后有很多的茶田 然后景色都特别的绿油油的 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是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春苗啊 在剧中老喊我们若来一个别的名字 是不是 今天在现场 我们也想请你教一下我们 到底这个正确的读音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其实剧中就是按照普通话的方式 在教它 但是在江西本地他们的一个方言 我大概学了一下 可能不太标准 是哥姑仔 哥姑仔 哥姑仔 哦 它其实跟剧里喊的 还有点不太一样 哦 对的 对的 哦 我们请宋帅给我们学习一下好不好 怎么喊呢 哥姑仔 是这样吗 哥 哥姑仔 哥姑仔 哥 哥 哥姑仔 哥姑仔 是吧 好 谢谢西娅的分享 然后除了我们的西娅 我们还想问问我们的徐老爹 因为其实在剧中有注意到您有一场戏 有分享到说到了上海之后 这个口味感觉不对了 还是怀念江西的美食 徐老爹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了解的这个江西的美食啊 哎呦 江西的美食 我还真不知道 我看看啊 江西吉安美食什么好啊 都好 都好吃 真的都好 反正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了 我是北京人 明白 我对北京知道 对这个呢 就是 但是都吃过 嗯 呃 这个这个 没事吧 都是我们这个吉安的地方特色 哦 那非常好 那非常好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吉安 去品尝一下 谢谢大家 是的 谢谢学基老师的分享 刚才一波给我们分享了 我们若来的家乡江西吉安啊 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吉安呢 是一个人节地灵 文化昌盛的宝地 也素有金鲁林和江南望郡之称 更有文章结义之邦的盛誉 像我们图片上的文天祥 欧阳修 还有包括杨万里 等等的历史文化名人 都是出自我们的吉安 那不仅如此 我们图片上有一个井冈山 对不对 也正是在我们的江西吉安 锻造了井冈山精神的红色摇篮 毛主席在1965年崇尚井冈山 也写下了快智人口的 水调歌头崇尚井冈山 我相信这句词 我们剧中的主创们 应该非常熟悉了 叫做千里来寻故地 旧冒欢新颜 所以也推荐大家 可以多多去打卡 我们魏若来的家乡 红色摇篮 山水吉安 谢谢一波的分享 好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分享完了 我们有美食 有美景的吉安之后 我们要来问一问 我们的沈大小姐了 清醒 有网友说啊 说这个李沁 感觉是瘧剧的统治区 老是演瘧剧 对此有什么回应吗 我觉得好像虐我 大家都挺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如何虐观众 这是我们导演的统治区 因为最近网友都在说 这两天都就是哭惨了 然后尤其是我跟杨哥 在演那场绝劣的戏的时候 其实导演在现场真的 让我们拉满 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还觉得 是不是可以收一点 导演说不行 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一场戏 所以打那个巴掌的时候 杨哥都说 可不可以不要打 但是导演觉得 可能这样子戏剧张力会更强 所以我觉得 虐观众我们导演 是他的统治区 虐观众导演是认真的 导演在前排 很欣慰地笑了 是不是 感谢姚导啊 也想再问问清醒 因为那场戏的话续 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都有看到吗 在拍完大的感情戏之后 清醒和杨哥 都是久久不能平静 所以那场戏 其实也是酝酿了很久的吧 这个哥哥 杨哥 杨哥 那一巴掌是 做了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打下去的 剧情推到那了 我觉得需要一个 最强烈的释放 那是一个对于 沈途拿来说 最应该做的 在那个时刻的一个举动 即便可能观众觉得 怎么能打自己的妹妹 可是在信仰 面对冲击的时候 她会做出这样的事 那更多的是 其实应该让清醒说一下 她这场戏 她花了多少心里来准备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的铺垫 因为有两次跟哥哥 面对信仰的这个交锋 那我觉得第一次 可以用情感去转化掉 但是第二次你必须得直面 所以当老徐 在我面前亲眼牺牲掉的时候 他是有这个情感的爆发 在那一刻是可以释放出来的 所以就是可能人物 累积到了那个点 你就把自己当成神经 这一路走过来 然后在那个时候 释放你的情感 是的 我们谢谢两位演员 精彩的表演 你看好的演员 和好的导演合作 他就是可以把观众 一下子拉到那个情境去 那样的极致的情感 呈现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说到我们的图男 就想问一问 我们沈图男的扮演者 王洋哥 最近好多的剧情 因为一直在变化变化 观众们都说 这个沈图男的男 不像是南边的男了 像是太难了的男 王洋 你是如何回应呢 你觉得沈图男 是不是确实面对了 很多的难题啊 的确 的确 其实一直在 去看这部戏的人 应该知道沈图男有多难 那么还没看戏的 你们看了之后 也知道沈图男会有多难 那么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只是想说 从大的方面 或者小的方面 两个方面 我各举一个例子 信仰 这是最大的 这个他究竟应该是选择红色的路 还是应该选择他坚信的三民主义 这个是 对于他这个年纪 对于精神层面的一个最极致的追求 所以他会很难 还有小的方面 就是你说我身边坐了两个如此优秀的 一个是我的私人助理 一个是我的秘书 这个端水怎么端 你说难不 这个端水观众来看太难了 一想到王阳就觉得端水了 很优秀 你看看现在就是 他们两个坐在这 然后能力又都很强 那作为领导来说 究竟怎么应该平衡这个关系 其实不光是沈图男的男 任何一个领导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昨天更新到32级了嘛 大家都觉得掉足了胃口 因为一方面感觉好像跟若来师徒 要貌似站到一个相对对立面的感觉了 那一方面又很紧张 觉得说哎呀 不想这么快地迎接大结局 所以我们也共同期待 我们后面两天的剧情 是如何更迭的 好不好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学琪老师 因为学琪老师 这次在我们的剧中演的是一个 我们的裁缝老师 也是我们的徐老爹嘛 您认为您跟这个沈静真 他们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其实这两个吧 我觉得在当时来讲 组织上派这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用意 这个一个是这个 没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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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那么这个沈静真呢 又是一个没有爹 没有父亲的一个 一个单独的姑娘在一起 他俩虽然是上下级关系 但是呢 很难不产生这种 妇女之间的情感在这边 尤其是个小女孩 她在困难的时候 在可能会做出各种各种的态度 所以说 两人看起来呢 这个不仅有这个 上下级的关系东西 公报更多的 还有妇女情感 这样东西 是的 除了亦师亦友的感觉之外 也有这个妇女啊 伙伴这样的情感 她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她因为 有这个关系以后呢 她有着 她不过心里不高兴 这事不愿意去做 她可能多上一两句 这样跟一般的 这个上下级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 是 祖主说什么是什么 你不能说 这还跟祖主顶嘴 那你早就早完了 是吧 她这个 因为这个小女孩 她就 她就确实是在 这个手下留心 而且呢 她这个情感 也不忍这么做 所以说也很 也很 随时两个人关系 形成一个 让人感觉到 哎 挺有情感 很温暖 这么一个 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 其实也是非常温暖 非常丰富的 一组人物关系 对 徐老师想问一下 这个徐老爹 这个人物 呈现给观众的时候 学习老师 有没有设计 哪些小细节 在这个镜头的 分秒切换之间 因为经常就看到 面对我们的沈静珍 是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然后突然有了变动 马上就是一个 另外的代入感 学习老师 是怎么样设计的 她这个 由于有这种关系以后 在这个工作中 经常有她这个 就是命令的一种口气 或者是下达任务 这种口气 但是没想到这边 还能提这个 她也是很无奈 想发脾气 想的什么 可是看她那个样 又不发 所以这里边 我觉得 她因为有这个关系 在里面 所以两人的关系 就不是单纯的 上下级关系 那样的话 就看起来 就是上传下达的 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那就她撒娇 那她就会觉得 这个怪可怜的 但是呢 总之工作还得去完成 她就更多一些耐心 所以她来讲呢 看 有时候她说 有时候可能说不了了 就是那我是领导 她肯定也能感觉 上下机关系 这是很厉害的 这支部队是 因为我在部队 我就知道 上下机关系 那是很严格的 你再有一点 就是比你 你看我们这个演完戏 演完话剧 那首长们上台 我觉得我们那个司令 最年轻 我们这个政委 最老空军政委 那是高和梁叫 那白头发的都是 那台上就一把椅子 那就是司令员坐 那政委就是站着 是吧 那是上下机关系 那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但是跟她就没办法了 跟她有时候就 就是 反正是软硬兼施 有时候哄 有时候是吓唬 有时候在开玩笑 能接受就行 所以说这个好 增加好看一点 导演他这个想法 还有编剧写的 非常好 是的 也谢谢王小琪老师 给我们带来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 我们的剧中 我们竞争的这个 亦师亦父的角色的关系 接下来想问问杨哥 因为最近有好多部作品 跟我们见面 特别是在爱奇艺 跟大家见面 像《无所畏惧》 《显微镜之下的大名》 包括《回响》 想问一下杨哥 你自己最喜欢哪个角色 最近的这几个角色里 不是宋命题 对啊 今天应该回答什么呢 今天 你还Q我 只要在爱奇艺播的 系的所有的角色 我都特别吸引力 行吗 是吧 行 行不行 让不给王阳鼓鼓掌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其实很多人都说 王阳是巨抛脸 每个角色都不一样 能让观众 马上就带入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其实跟王阳哥 聊完了之后 我又想把难题 回到了王学习老师 因为很多观众 特别爱看您发的微博 然后有一个微博呢 他还爱他了 我们的亲亲 然后说 徐老爹很生气 那个 沈金珍 那个你来说 亲亲还记得那条微博吗 就是 但是我也没有太懂 这个是什么 跟王老师很年轻 他很有武技冲浪 其实啊 其实沈金珍呢 在戏里边 他对徐老爹 一点都不好 怎么说 他竟然根本不懂事 就是不懂事 你说弄点什么事吧 他跟你唱反调 是吧 实在不行了 就他跑那哭去 就哭 是吧 其实我觉得 你觉得 你觉得 这个许诺好吗 这领导 你是没碰见过坏领导 你碰见过坏领导 你怕不容易讲了 那就不是这样 那你还能允许你 你哭哭咧咧的 还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你给我干去吧 是吧 服从命令 听总是服从命令 听指挥 这主要的 不要总淘气 是不是 李庆知道 徐老爹为啥生气了吧 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确实 小小的冲动 因为看见 比如说像若来 有危险的时候 就没有下达命令的时候 自己就去执行了 嗯 就觉得那个危险 但是我觉得 我对您也挺好的 我们监忠言 给您准备点药啊 你是 你是屡教不改 你知道吗 等做完才回来 他又做了 他又弄了 你看 你说这 你说他不回报 我回报了 但是你再批评完了 做了 聪明 还是聪明 还是聪明 是不是 归结于聪明 你看徐老爹 对于我们的 沈静真 还是很宽容的 既然今天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想请我们的 学习老师 能不能够重现一下 那个气道 跺脚脚脚的 表情包 跟我们的 可爱的网友们 一起 武器冲浪一下 好不好 这个沈静真呢 简直没办法 这个 没办法 你快去坐去吧 玉米好了 吃玉米去吧 掌声送给我们 可爱的学习老师 太可爱了 我们沈静真 其实这一下 我觉得一定得服管了 我们感受到了 学习老师 如此童真可爱的一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来跟我们 牛春苗的扮演者 我们西雅聊一聊了 其实有人说啊 你在剧中 跟这个魏若来的 这个人物关系 有点像是这个 魏植树和牛香芹 我觉得你的年纪 应该没看过这部戏吧 我看过 我的年纪就是 看不见 真看过 看过 你认可吗 网友们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大家 特别可爱 就证明了 我们的角色 非常的生动 鲜活 这一点 首先很感谢导演 对 然后我觉得 说明大家 非常的喜欢 我们的角色 其实 江植树和原香芹 在我的心目中 是经典 能被大家这样去 想象比较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但我更觉得 两个人 他是像亲人 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可能偶尔的时候 会拌拌嘴 对 偶尔拌拌嘴 但是因为是发小 所以知根知底的 对不对 对的 还有一个热梗 你有听过吗 叫牛真的从南边来了 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 我看到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有这句话 牛 真的 真的 从 从 南边 南边 来了 大家理解了吗 大家理解了吗 这一句话 囊括了我们台上的 绝大多次的这个角色 特别可爱的一句 哎呀 老爹 一下子被孤立了 怎么老问我呀 问问他吗 问 他才多问 应该多问你知道吧 所以一博之前 听说过这句话吗 牛真的从南边来了 对 是 是看到过 然后也听说过 但是 就今天才知道 是什么意思 算是破案了 对的 好那牛真的从南边来了 我们也期待着 我们的这个春苗 在剧中可以继续坚持 自我迟早报复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 宋帅啊 我们的黄秘书 黄秘书今天差点认不出来了 然后呢 其实你是先入 我们的图南的师门的 是不是 你认为你跟我们的 沈图南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你在图南老师心中 是什么定位 我觉得黄聪云 在先生的心中 永远都是这种 任凭风吹雨打 我自窥然不动 然后他永远可以是 先生最信任的人 永远可以是先生 最坚强的后盾 最信任的人 最坚强的后盾 对 是这样吗 先生是这样吗 没让来没出现 你这样 是的 又要开始端水了 是不是 好 那从云其实在这个剧中 也是从头拍到尾吧 是的 对 你自己在表达 这样的一个黄秘书的角色 你有没有设计 一些小的细节进去 其实有很多 而且并且导演 也会在拍摄过程中 帮我去设计和捕捉 一些黄聪云 应该有的这个心态和细节 是的 一博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若来 再进入到这个央行 本身是他们两个人的 二人小分队 突然变成了央行三人组 你觉得作为角色来说 魏若来有吃过黄秘书的醋吗 看到他天天 我吃他醋 从这个语气中我听出来了 好像是不夸的 我觉得没有吧 所以其实很自信 魏若来是自信的 对不对 他只会想自己 不会想别人 我觉得 所以可能更多的会 为先生考虑 周边的人不会去在意或在乎 对 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一波全市的若来 有一点是我从为观众角度 我觉得特别认可的 就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专注的劲儿 他好像进入到央行之后 永远在专注我该干什么 他不太管环境啊 黄秘书啊 所以他能经得住考验 所以我们也期待 在后面两天的更新 央行三人组还能不能重逢 好不好 能不能见到面 这是我们可爱的央行三人组 我们图男的左膀右臂啊 好 接下来呢 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到了昨天的更新日啊 整体的追风小队的氛围 有一点点低迷啊 但是接下来的环节呢 我们就想给我们的主创们 来加加油 打打气 看看新更新的剧集 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环节 等着大家 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互动游戏环节 我们会把各位主创 分成五个小组来进行游戏 两两组队完成挑战 首先我们的第一组 是热血青年组 我们的成员是魏若来 沈静真 我们有请二位起立 接受我们的挑战 好 第一个游戏呢 其实在剧中有一集的 有一个名场面 是我们的沈静真 教魏若来打枪 若来也很争气 从这个瞄不准 到变成了这个神枪手 所以在我们今天现场 要考验一下 我们的热血小分队 以标带枪 二位这个非标比拼 看看谁更有准头 我们先请二位商量一下 谁先开始挑战 好不好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游戏王者 我肯定是P不过他 PK不了他 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请庆庆来 好不好 那庆庆 我把三个 我们的这个标枪 送给李庆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 站到前面一点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就是比准头 看看三个人的这个环数 谁更靠近把心 你们觉得谁会赢 我问一下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谁 沈静真 还是相信神枪手 好不好 我来拿下麦 好 我们请庆庆开始挑战 我们的这个标枪大赛 第一标 拖把 一博小小地说了一声拖把 二环 不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往前点 老爹着急了 太不冷了 有点太往前了吧 亲姐 稍微往后一点 好不好 来 第二枪 一个一个来 对不对 好 我们第二枪 先请一博开始 七环 哇 已经零先五分了 亲近 第二枪 哎呀 八环 所以现在比分很胶着 十分对七分 一博 这个压边算大分 对吧 所以也是八环 一博说我让他一分 好 接下来 亲近的第三枪 他是七分 加黄的七分 十四分 第三枪 会不会 现在是三分 沈静真现在是十三分 我们看一博的最后一枪 五分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一博 十九分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来 二位入座 要小小地采访一下 庆庆 剧中的神枪手 剧外输给了 跟自己学枪的一博 没有 其实当时他在现场 其实一博是比较会打枪的 他其实打得比我好 他要演的就是很像 就是不太会的样子 所以我就说嘛 他是游戏王者 他应该是很厉害的玩游戏 他本身玩这种竞技类的游戏 其实就很厉害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第一组热血青年组的挑战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组 参与我们游戏互动的成员们 是红色理想组 我们要接着请上 请请和我们的徐老爹 学棋老师 我不跟他一组行 他还笨了 我也觉得是 换一个吧 学棋老师 你这flag立下了 那万一人 你问你 丢人呢 这共产党丢人 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吧 来来来 你选 来来来来 哎呀 他又哭了一会儿 又哭了 徐老爹 你快快哄哄人家 人不跟你玩了 我们俩怎么着吧 你说吧 这个呢 游戏叫做 你演我猜 顾敏思议很简单 徐老爹之前 学棋哥玩过这个游戏吗 没有 但亲戚应该玩过 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词语 一个人比划 一个人猜 考验的是二位的合作能力 看看三分钟之内 如果能答对七个词语 结尾挑战成功 二位谁来比划 商量一下 你比划吧 您觉得呢 韩如 那我猜吧 需要别猜 你比划吧 我猜 好好好 您猜是站在这边 来 欢迎谢其老师 我们转个身啊 对 对着他 对着他 好 我们准备翻下牌 好不好 清清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 尽量用肢体言去比划 不能说到上面答案的词语 好不好 三分钟倒计时属于我们的 我一会儿可以翻译一下旧兵吗 就是我们是团结的这个热血 可以 不是热血青年 但你要说我不行了 求助 好 好 属于二人的三分钟挑战 现在开始请听题 第一题 可以说吗 可以说 但是不能光说 好 我们这个剧 什么名字 你傻呀 追风转 这还用说 这孩子真是 回答正确 第一题 第二题 就这种智商啊 高原以后别用了 您的职业 我职业不刚说尺子 才能啊 恭喜回答正确 两分 下一题 我 我的技能 他的技能 你 你什么技能啊 你不知道啊 你作为我在上车 不是 你比我 你什么比 干嘛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射箭呢 三个字 三字就是那个三串啊 你是唱星系的 那小罗 您是喜欢听星系的 那你是什么呀 要不要求助 亲戚 因为我觉得 他应该能猜对吧 不是你 我没明白 你什么意思 关键事 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技能 在戏里的技能 你的技能就是哭啊 导演你来吧 实在是跟他们一般合作 我们是准备过半了啊 那我们来看下一题 我们过一题啊 好 下一题 两个字 我的身份 白白 就跟我白白 就跟我白白 我要求助 我求助 我大哥 一伯帮帮忙 不是 这个怎么形容 拒绝 拒绝 对 不老 应该拒绝 这个真不太像你 不太像我 不太像你 让我们过 好不好 这是干嘛 这是 不要 什么叫不要啊 哎呀 我的身份 我是上海的 什么 你上海的什么 也不能是 你来参加 你来 你来参加我的 宴会了 然后我是什么 招待啊 王阳要不要帮帮忙 杨哥 她是什么呀 其实在上海 比较年轻的女性 有社会地位 我们称她为什么 两个字 上海社会地位 摩托啊 在那个 我们过一题 好不好 看看下一题 来 好难啊 下一题 跟树老爹有关系了 您在戏里头 给魏若来 那个是三个字 就是给他 给他干什么 给他干了什么 盖了什么 嗯 这个 这个动作 坐下 对 然后坐 他也没得煎猪炎呢 问他煎干嘛呀 不是这个 他这 他现在 可能比较不对 好 这样 我们接下来的题目 二位交换 我们请许老爹来描述 沁庆来猜 来来来 我已经崩溃了 已经崩溃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咱俩没有默契啊 好 我们请许老爹 再来描绘三个词啊 第一个 我们有代沟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 如何描绘 好好看啊 吃玉米 你看看 我表现 哎 回答正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是什么 倒计时一分钟啊 嗯 倒计时一分钟 什么 带礼帽 哎 回答正确 礼帽 答对了 接下来下一题 哎 耳环 所以说啊 所以说这个 有的好 猜的就好 我都猜不着走 手势啊 哦 手势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清静和学区老师 是耳环啊 耳环也算手势的都是手势的 好嘞 我们这一轮时间到 谢谢清静和学区老师的参与 好嘞 太笨了 太笨了 感谢二位啊 我们这一轮的 你来比划 我来猜 圆满获得了胜利 看得出来 二位是相爱相杀的这个人物关系啊 接下来 来到我们的第三组 完成游戏挑战的主创们 他们是我们的发小老乡组 有请我们的魏若来 牛村苗 我们有请二位 请立来到我们的台前 欢迎二位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们上道具 这一轮呢 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面前呢 有一些这个豆子 然后要考验一下 二位的这个 手上的精确度 我们不能用惯用手 我们改用左手 拿左手夹取豆子 来到我们的盘子中 计时一分钟 看哪一位 夹取的数量最多 极为胜利 好不好 二位 准备好了吗 倒计时 一分钟 现在开始 假豆子大挑战 哇 一博 很快啊 好 现在两边都是 三粒对三粒啊 哎呀 哎呀 四粒了 西亚那边 六粒了 这个左手啊 用不习惯 是越用越紧张容易 哈哈哈哈 拿手拿手 极致吧 这就是极致哈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时间大 把掌声送给二位 哎呀 我本身想说一博作弊的 但是呢 我回忆了一下 我说的规则 我只说了用左手 把豆子夹到盘子里 这么说的话 好像是聪明 没有规定杯子的远禁 对不对 不是夹吗 那是擀呢 擀豆子 你看黄秘书 你又吃醋了 你又举个二人 又来作弊了 是不是 好 感谢二位 完成了挑战 我们请工作人员 帮我们把这个道具桌 抬到台侧啊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 我们的游戏了 下一个组合 是我们的兄妹情深组合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我们的沈静真 沈图男 二位这次不用起立 我们坐着来完成挑战啊 这一轮的游戏是这样 因为剧中的 二位这个兄妹的人物关系 其实深深牵动了 很多观众的心 大家都觉得这段感情 非常非常的动容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 二位之间 到底了解彼此有多少的游戏 叫做 画个我心中的你 我们请工作人员 帮我们送上道具 好不好 来 这个游戏呢 是这样 在一分钟的时间啊 二位的题板上 有个小人 杨哥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啊 我们要在这个小人上 自由做画 画的是谁呢 竞争 你画的是图男 图男画的是竞争 我们看看谁描绘的最准确 好不好 那沈图男你算完了 好 属于兄妹的挑战 一分钟到几时 现在开始 看看怎么画呢 你看徐老爹还是很暖心的 帮清醒打开了这个彩笔笔盖啊 沈图男你做好准备啊 哈哈 哎呀 这怎么还 这边感觉杨哥非常顺利 很知道自己要画的是什么 他是我妹 嗯 黄秘书眼神真的直勾勾的 只看着先生啊 完全不看那边庆庆画的 好 我们最后倒计时 15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时间到 我们先请二位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请翻牌 学期老师又笑了 好 这样我们先请李沁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心中的沈图男 我心中的沈图男就是 啊 巴巴巴巴巴巴很能说 然后老怼我 哦 就是一直在说话 哦 然后呢 我觉得他内心又是非常温暖和爱我的 所以他的双手是在拥抱我的 他就是那种口闲体正直这种感觉 哦 你说的好像比画的要好一点 哈哈哈哈 更准确一点 这嘴巴 你给他展示一下吧 亲亲 我不知道 张开的嘴巴 嗯 然后就一直巴巴巴 就是 很浓输出 一分钟你就画了这段元素镜片了 这个很精准了 哥哥 一会你看我的 阳哥觉得妹妹画的自己怎么样 嗯 他已经切中要害了 确实挺 可以 好 切中 关键点了 好 谢谢亲亲啊 接下来请王阳哥我们展示一下 你画的沈静珍 呃 这个应该是亲亲刚才提到的一个名场面 他首先是上海的名园嘛 第一集名场面 他穿的就是红色的裙子 然后站在楼梯上 哈哈哈哈 这个是红色的礼帽 红色的裙子 啊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 不是红色的礼帽 是白色的礼帽 那反正差不多吧 你有一身红色的衣服 我记得 对不对 对 然后有淑女的一面 拿了一束玫瑰花 啊 就是还还挺女人的 可是另外一只手拿的是枪 对 这是你的职业 啊 一手吗 刚才不是 对 然后最主要是 这个笑 你要看 没事 总是这样 我有笑的这么大 我明明是笑不露齿的 反正我这是四个元素 它是一个元素 所以肯定是我赢了 哎呀 李沁 让观众评吧 啊 观众评 那我先投 王阳一票吧 感觉这很多细节 庆庆你做何回应 我们露出了这幅画 颜色都比你多一个 哈哈 你 你看看他们两个 你别说了 你就忍了吧 你不如人家 我真的吗 好 那这样 既然庆庆不服说 我们新增一个小环节 让我们其他几位主创 来投个票 我们看看比分 是不是非常相近 我们先请黄秘书头 不用了 不用了 他是 他是这个 我哥哥的 认输了 这些都是 都是他的人是不是 对 好嘞 我们挑战结束 把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二位的作画和分享 可可爱的 沈家两兄妹 接下来呢 我们兄妹组 完成挑战之后 我们要迎接挑战的是 我们的央行精英组 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双人小组 是我们的沈图男 黄丛云 哎呀 黄秘书 这次终于可以单独跟先生出任务了 不用在角落被忽视了 是不是 好 我们这一轮呢 也是在座位上完成挑战 跟二位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啊 因为在剧中呢 二位都是行业的精英嘛 像沈图男是留学归来的大学霸 黄秘书呢 也是央行天花板级别的这个技能小能手 所以我们想考验一下二位对于数字的敏感度和文化的素养 叫做看数字猜成语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题板 好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组数字 这是一组 每一组代表的是一个成语 二位要在我的倒计时 三二一请抢答之后 举手 谁先举手 谁先回答 看看谁答对的成语最多 所以这是我和先生之间的竞争是吗 是的 OK 你如果能赢了先生 那就厉害大发了 好不好 杨哥准备好了吗 对不对 首先请看第一题 一斜杠一百 三二一请抢答 看来上来就是难题啊 百里挑一 百里挑一 我们看看是否正确呢 请看答案 恭喜王阳回答正确 百里挑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回答倒计时 三二一请抢答 好 黄秘书 实权实美 实权实美 回答错误 请继续抢答 这个哪里实权了 哪里实美了呢 你看看 差了啥 他是听着一波的 不三不四 先先先先先举手 黄秘书 不三不四 回答错误 继续抢答 过 不是 过了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好不好 不三不四不是成语 丢三落四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回答倒计时 三二一请抢答 一之后来了二 又来了三 接二连三 看看是否正确 恭喜黄秘书 回答正确 我们公共人员报的几个分 接下来下一题 三五成群 三五成群 答案是否正确呢 恭喜黄秘书 给答正确 好 接下来 下一题 五逗号十 倒计时 三二一请抢答 黄秘书 一五一十 一五一十 请看答案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好 从第六题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抢答 好不好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下 这个游戏 谁先举手 谁先回答 下一个题目 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 请回答 对 对了 我们徐老爹回答的是什么 得寸进尺 得寸进尺 答案是不是得寸进尺呢 恭喜学姬老师 恭喜 好 下一题 三叉四叉 西亚 不三不四 不三不四 恭喜西亚 回答正确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三三二二 三 李静 三心二意 回答错误 三三两两 恭喜王阳回答正确 三三两两 好 下一题 一零零零减零 一个成语 一零零零是多少 一万减了零 万里挑一 万里一在哪呢 万减了零等于没变 所以是 万五 一十 回答正确 男生很厉害啊 这个正确答案是万无一失 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题 四个一 三 二 一 提板往外给观众看一下 四个一 只有一 一心一意 不对 只有一 没有别的数字 没有二 始终无一 好像也能回答正确啊 西亚是什么 独一无二 恭喜西亚 回答正确 独一无二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追风小分队呢 我们也给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啊 每一组数字代表一个成语 大家还是这个智力脑力非常在线的 好 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呢就挑战成功了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T板给拿下台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 其实各自啊都是我们剧中的行业精英反应都很快 我们的考验虽然结束了 要来到我们全新一轮的片场爆料时间 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呢 是准备给我们的全员追风小分队的成员的 游戏玩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喊三二一之后 我们每一轮的问题都是回答一个人 所以你们直接指认 你认为谁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然后我们来边聊边玩这个游戏 好不好 片场爆料局 首先第一题 回答完问题之后 三二一请指认 大家就一起指就好了啊 在我们的剧组里 哪一位演员最多动 三二一请指认 学琪老师指谁 我多一票 很重要 十二爹 你看看现在是三三 哎呀 跟了一票还分了一票 好我们首先先请得票最多的一博 你觉得大家为啥会觉得你最多动 那要问大家吧 年轻是不是 好我来问问李气 请请先第一秒就指向一博 为什么你认为一博最多动 因为看花絮就知道了 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他很可爱 骑着心爱的小摩托什么的 是吧 就是他从那个楼梯上滑滑梯啊 这些细节 是不是就是很让人意外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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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我们第一题回答正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被网友戏称为红太郎的是哪一位 三二一请指认 学老爹的眼神看向了李气 清清知道大家说你是红太郎吗 又是你啊 那我就知你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给我起这个 我也想听一下大家为什么给我这个称号 王阳哥你知道为什么他叫红太郎吗 因为他不有身红裙子吗 然后有的时候又面目可憎的像个大灰狼一样 有时候特别专注啊 面对坏人的时候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在我们的剧组里追风者 哪位演员笑点最低 三二一请指认 李庆想指王阳 然后这边三票指向李庆 他们央行那个天团 央行爆团 一波的 他们太爆团了 事实 怎么说王阳哥 一波 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片场的小花絮吧 就 消场比较多嘛 哎呀 爱乐呵 对 我哥笑 自己不知道 我哥笑场比较多 你看他花絮里面是不是也是他经常笑 我很少笑场 笑场是只跟高禄笑过一次 剩下在现场是真的你的笑点很低的 你看央行三人组爆团 他的笑点低 还容易让我们也都跟着笑 他的行为特别可爱 很可爱 对 说明亲戚你给剧组带来很多欢乐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今天要是没有阳哥 他们可能还没有这么抱团 哦 我知道了 感谢亲戚给剧组带来这么多的欢乐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是 追风哲理谁的反差最大跟角色 三 二 一 请指认 庆庆指的是学棋老师 一博指的是李沁 然后王阳指的是李沁 然后西娅指的是 王阳老师 王阳老师 所以现在是二为二 庆庆两票 王阳两票 对不对 好 想问一下一博 为什么庆庆反差最大 因为刚才说了他平时的那个 欢乐时间 对对对 然后但是他的角色就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很严肃的 我们认为反差比较大 人物魅力 这就体现出来了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帅帅和西娅指的是王阳 是不是 为什么认为王阳反差最大 因为可能就是沈途南这个人设他很就是严肃很庄严 然后但是 很庄 就是王阳老师平常他可能在咸鱼的时刻他都很像一个大男孩以上 咸鱼的时刻 很像一个大男孩一样带着我们一起 措辞一定要这么正式吗 因为他们确实都很年轻 还有就是我得在现场负责融合气氛 对 了解气氛 因为一博是挺害羞的一个人 对 所以让大家更愉快地进入工作状态 是 这样大家也更放松嘛 西娅也是一样的关键对不对 对的 王阳老师在现场的时候就特别有亲和力 叫我王阳哥行吗 别叫我王阳老师先 王阳哥 阳哥好别扭 对 然后阳哥在现场的时候特别亲和特别绅士 特别亲和特别绅士 对的 好 你不同意吗 一顿宝宝 我非常的公正 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的公正 公正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剧组的哪一位演员是动手能力最强的 三 二 一 请指认 一博两票 然后 徐老爹两票 庆庆一票 庆庆为什么认为是一博动手能力最强 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刚才玩游戏啊 各方面的技能都很强 他学习能力非常强 反应能力也很快 是的 所以反应能力很快也很爱动手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如果可以兑换人生 你最想和剧中的谁来互换人生 三 二 一 请指认 秘书一不容辞 马上指向了若来 我要他的位置 谢雅 想跟徐老爹 王阳指向谁 丛云 丛云 你想当你自己的秘书 我想像他一样可以跟若来来一次真正的对决 你觉得如果是你去 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那肯定吧 我觉得不用 没事就吃醋嘛 一博呢 你会跟谁 我觉得若来挺好的 若来挺好的 我们也感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剧组主创们 我们的片场爆料局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台前幕后的这个小花絮啊 没想到这个看似很严肃的这个剧情背后 是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剧组大家庭 其实既然我们聊到了我们追风者台前幕后的这个拍摄花絮 我们今天也有一位神秘的嘉宾早早就等候多时了 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剧组的大家长 追风者的总导演姚小枫先生 欢迎姚岛上台 欢迎姚岛 来 姚岛中间请 这样 姚岛在下面其实一直在观看啊 我们先请姚岛跟现场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来面向正前方啊 大家好 我是追风者的导演 我叫姚小枫 欢迎姚岛 其实姚岛一来啊 大家都想跟姚岛好好聊一聊 其实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历历在目 现在如果让您回忆的话 还有什么片场发生的小故事小花絮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玩 他们都刚刚讲完了 我觉得有一个事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啊是个谍战剧 就是我第一次第一天到现场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的拍摄现场很像一个谍战剧的氛围 因为我们怕剧透吧 然后呢我们在七宝街拍 然后我要穿过各个小巷子 然后还要绕过很多黑布才能到达我们的现场 所以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看我们还没拍呢 我们就已经体验到了谍战剧的氛围 我们要悄悄的 不让人知道的 我们因为防止剧透 对吧 好 这可能 这个一下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 氛围中 氛围中 我觉得这可能给我们每个人都提 提供了一个 可能我们这个戏可能从知识之中 可能都有这么一个 一个氛围 这是在我以前拍戏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是的 所以就是姚岛说的就是开场的那个长镜头 介绍我们若来七宝街的这个 那是后来拍的 我们刚开始拍就在小屋子里 就在一个黑屋子里 这次跟我们的场上的各位主创主演们合作 姚岛有什么样必要的感受 对他们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们站在这的 还有没有站在这的 都是一群非常棒的演员 大家都很投入 因为他们投入 可能观众才会被打动 被带入 非常棒 非常棒的演员 除了我们现场 也还有所有的主创人员们 也感谢每一位的付出 对不对 对 也要把掌声送给各位 能够带给我们一部这么好的作品 其实就像姚岛所说 每一部好的作品背后 我们先请我们的主创团队们往那儿 稍视一步两步 好不好 每一位好的作品 每一部好的作品背后 都凝聚着每一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们的用心 我们要感谢追风者的所有主创们 给我们带来一部这么好的作品 其实刚才姚岛提到了 除了在场的主创们 还有没有到场的小伙伴们 但是他们也非常有心 今天给我们发来了一支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请看大屏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乔松 我是苏慈书 大家好 我是周怡 在追风者中 饰演于世青 大家好 我是张明泉 大家好 我是康少杰 我是阿文 破浪前夜 迷雾中散 今天我不书上 大家可以放心吧 破浪前夜 遥望新火 隔空为大家加个油 破浪前夜 理想不灭 我代表西宝街的邻里们 为大家打透 破浪前夜 黎明将至 周县长的朋友们 玩得开心 破浪前夜 波雨渐日 请大家持续关注爱奇艺 追风者大结局 等你 不要忘记了爱奇艺 共同追剧 大结局不见不散 请持续关注爱奇艺 观看追风者大结局 故事更精彩 同时也希望大家 继续锁定爱奇艺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追风者的大结局 别忘了上爱奇艺 观看追风者 大结局精彩故事 等你来结束 谢谢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 所有台前幕后的 主创团队们 我们请各位 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其实此时此刻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的 心情和我一样 既激动 想看大结局 又不舍 因为在追剧的过程中 我相信每一场戏 每一集戏 都凝聚着 演员们的辛苦付出 大家都历历在目 我们的热度值呢 现在也是创了新高 大家都很期待 如果我们的剧集 在收官的时候 破了万 大家有没有什么 惊喜的福利 会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我们请大家来 小小的立个flag好不好 我们先请姚导 如果剧集破万 您要怎么办 如果能破万 那不管多难 我会再来一个二 真的假的 不管多难 再来追风者二 他们都给 我们再来一次 但是我想为观众们 跟姚导呼吁一下 一定要是原班人 好不好 好 谢谢姚导 不管有多难 不管有多难 我们也要努力 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接下来 一博如果聚集破万 一博可以给你们带来 一个什么小惊喜 我想一想 想一想 所以想一想就会有 对不对 我们到时候期待一下 好不好 作为一个惊喜环节 接下来 来 李沁 破万的话 沁体怎么办 我可以征集一下 网友的这个 就是希望我做的事情 然后选一个去完成 从网友的这个 想看的环节中选一个 好 王阳 破万的话 杨哥怎么 破万的话 就像导演说的 他如果决定拍二 我还是觉得自己能有幸加盟的话 我一定会来 破万的话 我要再次回到大家的视线中 好 感谢王阳 学期老师 如果聚集破万 徐老爹 破万跟我没关系 下来 我已经牺牲了 姚导 姚导 我觉得是对您一个双引号的谴责 徐老爹瞎线 大家都看着伤心死了 是啊 这跟我没关系 是吧 姚导 那能不能答应我们 如果破万 让学期老师在第二步 以一种不一样的形式 回来呢 那必须的 必须的 想办法 那还是破吧 挺好的 好的 好的 谢谢学期老师 接下来我们的戏 就 听网友们的 就表演才艺 上才艺 对 好嘞 谢谢姚导 接下来设计 你呢 那我也听网友的意见 然后来点狠活吧 必须是狠活 好不好 看到了吗 这个 刚才大家有狠活 有才艺 都上才艺了 经过一轮的思考 因为我知道 其实一博是一个相对慢热的人 一博刚才有小小的思考一下 想好这个破万flag了吗 这绕了一圈 你还能拐到我身上 一博给我们立个flag吗 好不好 那我就看一下 大家做的 然后选一个我愿意做的 我愿意做的 好的 我们期待破万我们的 发弹幕是不是 请我们的主创们 破万给我们花式整活 所以也要呼吁 现场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还有两天更新日 多多关注 多多观看 多多呼朋引拜 分享好剧 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多多发弹幕 这些都对我们的热肚子 很有帮助 好不好 感谢 靠你们了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共同期待 我们的这个破万福利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活动 就即将进入尾声了 我们其实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 天猫 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也请到了几十位 爱奇艺VIP会员 来到了现场 既然是我们的 难得的追风者 小分队们的团聚 我们来拍一张大合影吧 我们先正面拍一张 再反过来 跟观众朋友们拍一张 好不好 好 我们请圣语老师 帮我们来排排队 我们往中间靠拢一点 天猫的slogan没有讲 我一直天猫的slogan 可以了 比划一个 要倒比划一个 棒吧 还是耶 耶 好 谢谢各位 请各位转个身 我们再和观众朋友们 来到这里 我们再来拍一张 集体的大合照 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 结束语再补一遍 然后那个理想生活 上天猫再补一遍 好 我们要再往中间靠拢吗 还是 来 来 好 可以了 是不是 我们请主创伴们 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礼貌生 好 感谢各位 我们今天在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下 我们来了一个短暂的团聚 欢乐的时间呢 是短暂的 我们即将要接近尾声了 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剧情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千万不要忘了追剧哦 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4月7号晚19点30分 爱奇艺VIP会员即将会大结局如期 跟大家见面 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多多发弹幕 来助力我们的热度破万 我们要再次感谢理想生活 合作伙伴 我们的官方合作伙伴 天猫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也请各位 理想生活上天猫 感谢天猫的陪伴 谢谢 也请各位持续关注爱奇艺 不要走开 稍后的八点钟 我们的追风小分队会在我们的一起聊 陪看直播等待大家 我们终场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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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